上回我們講到 海蘭豬的兒子終於出生 一出生之後 王太傑更加將整副心機全部放進去 不單是後宮的妃嬪,他沒空再理 甚至郭氏呢 有時候他都寧願去退堂,叫其他大臣處理 自己多點時間,留在後宮陪海蘭豬 天天看著他的兒子笑奇奇,都不知道多麼開心 這一日,在關追宮的寢宮裡繁花似感 隱隱約約聽見王太傑、海蘭豬在裡面又講又笑 在寢店裡,海蘭豬打邪卡在床上 王太傑坐在床邊,兩個人在哄孩子 都不知道玩得多開心,多過癮 王太傑就說 看著我們的兒子,還未滿穴 他的身體又長得這麼裝實 荒頭大耳,將來一定是一表堂堂了 海蘭豬看著他很開心的樣子,覺得有點奇怪 王上,你都已經有了七位哥哥了 為何還這麼高興,好像是生頭一胎一樣 哈哈哈哈,這個怎麼同呢 這個是我們的兒子 和其他人哪一天都相比 海蘭豬聽到,他心都不知道多麼開心 看著旁邊的惠哥一眼 惠哥只走上前說 哎呀,是呀,皇上還未跟八爺哥起名 啊,沒錯沒錯 現在大村國穩定強盛 我們的兒子有福 來到正是時候,我要仔細地想想 和他起個大吉大力的名 皇太極這樣一講完 海蘭豬聽到,忍不住流露出一些很惶恐 又有些哀怨的神情說 皇上,我看你還是不要這麼疼他 為了他,你已經大開了幾次的賢席 你如果再是這樣做 人家以為我是恥寵生嬌 說不定在後面會議論我 他們有什麼好議論你 畢竟我又不是正公 反正,皇上,你不要重得八爺哥這麼厲害 我怕他仁小福薄,受不起 你怎麼敢說呢 誰敢說我最心愛的這個兒子仁小福薄 你看看,我就是要疼他,我就是要抬舉他 哎呀皇上,你不要這樣 蘭兒,你放心 將來我的龍耳 始終都要由我的兒子來繼承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兒子 海蘭豬聽到整個人震一震 哎呀,心真的又驚又喜 哎呀,忍不住眼淚,你即時又湧出來了 黃太極見到他又開心,但又擔心的樣子 他的心更加疼疼了 即時說,君無欺言,我不騙你的 哎呀,那真的好,多謝皇上恩典 第二人,黃太極馬上早朝 坐在龍耳上面,對著代善多爾滾多鐸和豪格說 今天朕很開心 有一件事都來不及跟大家商議 但是,你也是我的家使 哎呀,跟國運相關 這樣,我就早早地宣佈下來 在這個時候 有一個黃太極的親信大臣走出來 打開聖子宣讀說 奉天成運,皇帝照樣 金蒙天卷,萬追公神妃 但欲王志 這句話剛剛念到這裏 下面眾人很害怕 豪格非常詫異地看著黃太極一眼 好像想說什麼 但是,他最終忍著無出聲 多爾滾 也目光如電地掃掃黃太極 但跟著,他就看著前方目無表情 代善只覺得心頭一沉 他看著黃太極,又看著豪格和多爾滾 又看著其他人 但是,最終他也只有倒下頭 大家都不出聲 大臣繼續說 朕極恩怨 故意決定 大謝天下,使萬民同彼恩賬 聖子再讀到這裏 其他的陳貴大臣忍不住,小小聲地議論起來 代善不動聲色 多度聽到這裏已經有些憤怒 而豪格的心覺得驚而不定 總之,朝堂之上人人震驚 這個消息傳到後宮的時候 那些貴妃和其他的殯屬更加目光 口外 孝端皇后聽到這個消息 他叫人拿了那份聖子的抄本過來 看著那封大謝令 金蒙天卷 神非丹玉王子 大謝天下 這個八大哥出生都未滿月 皇上就要立他做皇太子 朕在旁邊勸話 皇后你不要擔心 八大哥就算做了皇太子 咦,畢竟出生我們科爾森 這個是我們科爾森的光榮 孝端皇后就很擔心地說 這件本來是喜事來的 但我的心很不定 總是覺得這個不是什麼大吉的笑頭 唉,他嘆了一口氣 恐怕現在大清多時了 的確這封大謝令 使滿清的朝野之間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因為自從魯爾哈赤起兵以來 魯爾哈赤在繼承人的制度上 後面一直都保留著他們滿洲部落 原來部落推舉繼承人 推舉大汗的特色 雖然現在王太極做了皇帝 按照皇帝有權立誰做太子 但按照滿清的規制 一向在大汗或者皇帝 選立繼承人這個問題上 都是講究立賢不立獎 即是不是靠著誰是年紀大 又或者是誰得皇上寵愛 就這樣就可以選為太子或者繼承人 又要計較他的言德 就算大汗將人立為太子的時候 也都要經過親貴大臣 又或者他選出來的一些扶政大臣的 互相的研討 給予意見 最終先由皇帝來決定 現在王太極一聲不響 突然間宣布了這個消息 而且還不單止說是 將神妃生的這個未滿月的兒子 大家都不知道他將來長大 會是聰明因為愚笨的人 立為太子 還因為這樣而大赦天下 那你說 令到那些南征北展 在刀頭填血過活的這些親貴大臣 是怎麼能夠深復呢 這一晚 在代善的家裡 多爾滾多多 以及代善的兩個兒子 石堂阿里達 還有其他的親貴大臣 本來是來和代善觸授的 誰知道大家意論起來 人人都覺得很不心服 尤其是代善的那個兒子石堂 更加怒到拍桌拍椅 他對代善說 對嘛 那實在太沒道理了 我們為皇上出生入死南征北土 一有些什麼差錯呢 就要論罪論粉 現在 生了這個豆釘仔 哦 剛剛出生為他大赦天下 我說皇上這樣是仲女色 哼 輕大臣 我上次生了天花 沒有跟多爾滾哥哥出征 皇上就帶回雷亭 說我仲女色輕手足 你現在看看 我看有人是仲女色輕降山 多爾滾網網周圍的人說 石堂 今天呢 我們是跟代善阿哥來觸仇的 你不要亂發牢騷好不好 那些是皇上的家事 他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我們想理都理不了 多多好不滿的嘛 嘻 皇上喜歡寵誰啊 這是他的事 不過哪個皇太子 這是整個大清國的事 如果中公皇后的嫡子呢 那我們是無話可選 但是 一個妃嬪剛剛生下來 都未滿了他的兒子 哦 第二天啊 究竟是賢能 因為愚蠢 都未遮呢 就說要傳位給他 他憑什麼啊 就憑他是神妃生的 我投一個任服 阿里達就更加氣憤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大家受點委屈啊 今天不說出來我也覺得不開心啊 今年禎朝鮮和皮島大聲議會 皇上不單止不掌賞 反而說我們軍紀不良 差點啊 將我馬虎的爵衛都隔起來了 什麼啊 代仙說 對 阿里達 你這次出兵紀律的確不好 就算隔了我的親王爵衛 我都沒得好說的 好啊 多獨說 這樣又不是啊 代仙哥 當初富汗在世 你是承掌政務的四大貝勒之手來的 怎麼能夠說家的家家? 代善廳他即時擺手說,哎呀,多黨,我求求你,你算是幫幫我,千萬不要再提什麼四大貝勒。 石托冷笑,阿馬,你怕什麼? 就算阿敏和王古爾泰兩大貝勒是最有應得,但是阿馬,你有什麼對不起皇上? 動手就找你的錯處,要大家來以論以罪,同心疾首地罵你一輪,然後入皇恩大赦地搖過你。 哼,我知道他那東西,他為了顯示他自己多麼仁慈,多麼英明而已。 阿里達就諷刺說,哼,我說這些是要顯示我們皇上的手段高明。 代善微微苦笑一下,沉默地喝了一杯,其實他自己亦都很明白,現在他和多爾滾,都是皇太傑要壓制的對象,因為他德高望重,而多爾滾,功勞越來越多,可以說,亦都快攻高鎮主。 王太傑,這幾年,這幾年,經常都掛著那個神妃,經常留在後宮裏面,出征沒多似,國事的處理,雖然決斷大多數還是英明,但是威望已經漸漸被代善和多爾滾兩個蓋過了。 所以,他就算他就算做得多好,王太傑也找事情出來,罵自己和多爾滾,為的就是壓伏他們,使他們不至於功高鎮主,使他們威望,不至於到達了王太傑不可以壓制的這個地步。 唉,明知是這樣,自己唯有不出聲,所以他沉默地喝了一杯酒,再不出聲,多爾滾望他的神色,就是對石堂和阿里達說, 好了,好了,你們兩叔只說少兩句,你們一個是代善阿哥的心愛的長子,另一個是他同石的乖孫,你們就不要再和大哥添麻煩了,來,大哥,我敬你一杯,祝你壽比南山。 代善聽到多爾滾這麼說,好感激他體諒到自己,他在酒杯拍拍他的肩膀說, 十四弟,大哥老啦,以後是你們這群年輕人大展拳腳的好日子, 我的子孫雖然多,但只有石堂和阿里達他們兩個最相信我, 不過他們的皮膚也最沉著起,將來我就將他們託付給你了, 石堂是微飛色母的嘛,哎呀,說過這件事呢,阿媽,我說你真是託對了人了, 我最喜歡和十四祖打仗的了,打得不知多痛快啊。 多爾滾說,大哥你放心,我會照顧他們的。 代善好感激地點了點頭,和多爾滾乾了杯, 多多借著醉意,偷偷地問代善, 代善大哥,聽說四哥當年的汗衛,是你帶著大家才湧立的, 那你在心裏面,究竟有沒有後悔過呢? 代善抖一抖,轉轉頭看了多爾滾的眼, 看見他的神色依舊平靜,好像一點都沒有埋怨自己的意識似, 但是他的心始終有點心虛,他倒下頭,嘆了一口氣, 就再沒有出聲。 多爾滾和多多互互相交換了個顏色,笑, 沒有再和代善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下去, 翻出來的時候,多多看四面無忍,才笑出來說, 我說我們代善大哥,人是挺好的,可惜啊, 太懦弱了,看他這樣,抵他被王太極欺欺了, 多爾滾想一想就說,這個才叫大智若兒,他老了,為了子孫的前程, 只好引氣吞聲,明節補身而已,但他畢竟是族長的, 子孫更多,勢力不少,而且還掌握著雙紅旗, 阿哥,如果拉攏了他,將來對我們很有幫助的, 多爾滾好深沉地笑一笑, 這魂你就開笑了,記住啊,打仗,奪拳, 都不能只靠勇力,還要多些用腦, 是啊,阿哥,今天我就用腦了, 你做好,我做底,我們兩個呢,一個人做好,一個人做醜, 誒誒,你從雙網啊,唱得多好, 哈哈哈,好好好,不過呢,沉得住氣,這就最好 在他两兄弟聊天商量的时候 宿亲王豪格 他真的有点沉住气 他神色焦虑地 在自己的家里走来而走去 他妈已经来一阵 就问 你专门接我出来 究竟干吗 哎呀厄良 你还不明白 大社令上头说 贯追功神妃但欲王智 王智是什么 就等于宣布他做王太子 豪格的妈妈 为人就猛成成的 在后宫脾气又不好 没有人肯和他做朋友 所以这个消息 他都是现在才知道 一听大气一惊 那怎么可以 你是长子又是亲王 如果论军工联政绩 其他的阿哥拍马都赶不上你了 而且那个濕头铃都还没满月 他 哎呀 你说这有鬼用吗 王阿玛被神妃 哎呀 不就都混妥妥了 豪格的妈妈一听 那才知道事态严重 他拔一声 没了希望 那坐在椅子里 哎呀 那 那我的姓母王太后 不是什么事做不醒 哎呀 这人真是殷功了 以为赶州了他大玉宜 那什么事都没了 谁知又来了这个奴病鬼 死妖精 这个死狐狸精 哎呀 老天爷 老天爷 为什么你不生眼 给个死人狐狸精 一生就生了个男人 我真是要就他了 天生他了 豪格本来想找妈妈商量一下 哎 怎么听到怨天怨地就更烦了 厄良你不要啰嗦了 那怎么办呢 那现在可以怎么办呢 哎呀 你快去皇后那里探好起 哎呀 如果皇后不满 讲句话的话 皇下妈也要让他几分的 那 那 等我教你 豪格于善呢 在那母亲的耳製面 紫滋滋滋滋滋 讲了一阪 好了 到了第二天 孝端王后大玉宜 苏末尔他们正是坐在一起在那儿聊天的时候 豪格的母亲就匆匆进来了 孝顛皇后看了一眼说 有什么事啊,这么急的,说吧 哎呀皇后,我觉得这魂是真是不得碰的 什么不得碰啊 皇上为了八阿哥,大赦天下都得和 皇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呢 哦,就听到人人来喝起咯 有什么好说啊 哎呀,那些喝起的门面说话 私底下,大家都说 说什么呀 说,说八阿哥呢 又不是大仔,又不是皇后生的 这么做,因着截了他的福 孝顛皇后一听 面色一整,即时就说 我们呀,一向都是立言不立仗的嘛 孝顛皇后打断他说 哎呀,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哎呀,我也知道 哎呀,但是谁叫我这个忠公呀,生不了儿子嘛 豪格的母亲一听到有点尴尬 哎呀,那按照道理说呢 皇上他喜欢谁,谁没有人理得到的 但是也不能做得太过分的 怎么也要有人劝皇上才行的 孝顛皇后看着他一眼 照你说 谁去劝才对 孝端皇后听到 打断她说 行了 我知道你的心思 想本宫去劝皇上 不要这么快就立了八爵戈 怎么也好 总之 我想你们都不要这么多心 豪格是皇上的长子 难道皇上会不疑豪格吗 你看下 在小一辈的人里 只有豪格和岳托两个封了亲王 那岂不是就是皇上看重他的表示吗 那是 这些我都明白 明白就不用想那么多东西 对了 免得想坏自己的心 是 是 这个时候 苏木尔刚刚好用托盘拿了大个局中进来 皇后吉祥 孝端皇后看到就说 苏木尔 你又学了什么新手艺 拿来献宝 大玉爷小笑说 他学了个新饭饭 做那些奶酪 哎呀 好好吃的 送给皇后来试一试先 啊 那好 那我们几个就一起试一下 豪格的母亲呢 本来有心就对孝端皇后去劝皇上的 谁知被人刚才这么疾伐 哎呀 觉得不知几个不好意思 一见到这个机会 立刻想脱身就说 哎呀 多谢皇后的好意了 不过我这几天的肚子不舒服 吃不到这些东西 哎呀 我先告辞了 那也好 那你自己走了 小心点 说完之后呢 豪格的母亲 好狼狈地走了出去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